您認為你真的不好嗎?還是那時候的教育打得比較多一點? 那個時候老師也打,家長也打,自己也不乖,自己也不是很乖,我也是很叛逆的。 我為什麼沒有去考正式的大學,而考軍校,是因為我家裡沒有錢,大家去軍校的時候要洗熱水澡,要五塊錢的煤炭會,要交五塊錢的煤炭會,我五塊錢的煤炭會都交不起,冬天我全部都是洗能水澡, 我很獨立的,而且我在金中,在金校四年,服役十年。多這麼多?對,有十四年在金中生活。我父親到學校來只看過我一次。 我在受訓當中啊,五中心。我在五中心受訓。 台中。很多家長都會來看他的兒子。 就是面會啊,那時候叫面會。面會啊。我都是一個人。獨自的。啊?沒有人來面會過。我很獨立。 那時候養成我,這是我父母教我,養成自己本身獨立的性格。 要做一番大事業啊,做一番神聖的事業,一定要有這樣子的磨練。 就是父母給你的磨練。 您現在才認為吧,那時候真的覺得是磨練嗎?應該很辛苦吧。 那時候是偷偷地哭啊。 對嘛,會哭啊。 那時候是偷偷地哭啊。那現在呢,要感恩自己的父母。 因為是所有的老師、長官、父母給你的加持,你才有今天的成就。通通都要感恩。 所以會不會是那個時期也是因為那樣子的一種心情跟那時候的那種風潮。 所以您在那個階段的文章啊,比較屬於那種風啊、花啊、雪啊、月啊。 比較有一點煩惱的感覺。 對啊。 我們中國文學啊,這個比較悲的文學,它會流傳下來。 對。 比較歡樂的文學,就沒有。 所以激勵了你。 因為夜是悲啊,你就會夜堅強。 而且認識了師母之後對不對,你也開始有一些小品的文章。 然後那個階段又是一個,你就重新開始想要另外一種階段的生活。 一個人必須要靠自己做突破。 嗯哼。 在任何一個環境裡面都要突破。 嗯哼。 我們人不能靠自己,也要靠朋友。 也要靠這個,那個時候還想到說年輕嘛。 年輕都想要有一個這個感情的生活嘛。 所以有很多多采多姿的感情的生活。 對。 就是說女朋友很多,我幫忙翻譯一下。 那個也是一種靈感的泉源啊。 對啊。 你要寫文章,你如果有感情,放在這個文章上面,它就會感染。 嗯哼。 我們寫文章,都是必須要靠靈感的這個泉源。 如果看到那時候,那樣子,哇!寫一個偉大的愛情的這種情詩啊,寫給某某某。 或是說您現在在看給利小閘,您會說什麼呢? 啊,那個就是我這個年輕人的一種放想。 幻想。 你不覺得嗎? 你說愛,真正的愛有多久?真愛有多久?年輕人的愛有多久? 人家有科學的政績給他考驗了。 其實真正的愛情,差不多只有一年的新鮮感。 一年。 一年過了,他就慢慢淡了,淡了,淡了,淡了。 愛情是什麼? 不是島吃甘蔗啊,是正吃甘蔗啊。 可是師尊,您讓我們覺得您真的是一個感情非常豐沛的人耶。 常常我們在看以前,像在講《圓絕經》的時候, 你曾經在回憶到前世啊,比方說你是獅子,獅子行尊者的時候。 是,沒有錯。 然後你那樣子哭,其實你不是只是為那樣的事情哭, 你常常哭耶,以前。 然後你這樣寫情書,讓我們覺得,我看著這樣的情書,我馬上就哭耶。 我相信師母一定哭了很多次。 您這樣子的可以,這麼樣的感情豐沛,您現在既然說的是幻想。 不是,那個時候還沒有轉化。 還沒轉化。 對。 一個人的感情大部分都是屬於私人的,私人的。 男女之間的感情大部分是屬於對方的,對方跟自己的。 就是兩個人之間的。 大媽,現在時間久了。 我認為愛情本身來講,可以不用談。 可以不用談。 可以不用談。 談的是良心、責任、道德。 一個家庭的維持,現在要維持一個家庭,其實靠的是良心、道德跟責任。 你一定是已經結婚了這麼多年,你現在今天才講,你這一兩年才講這三個原則。 對,可是這一定是要經過了這麼樣的,對不對,風霜雪雨之後才會有的體驗。 那個就是轉化。 對,可是現在的年輕人,他常常就是上網,我們交個朋友,晚上就約見面。 明天就是旅館就出來。 就拜拜了。 那你覺得,這個也是您剛剛講的嗎? 愛情不用談。 這種情形不一樣嘛,對不對? 那是不一樣。 那是一個人跟一個人之間。 我講的愛情不用談,就是講說,我現在已經不談愛情了。 我現在是談這個,把這個真正的愛給於眾生。 給於所有每一個弟子,甚至於你不認識的人,或者是不是你的弟子,同樣的給於。 這種轉化,就是小的愛變成轉化成為大的愛。 就是希望我們也能夠。